在这一边呢他g是双数 然后他问哪里一个是g 所以这一个不是双数 ok然后这一个不是双数 这个其实是双数来的 但是他在这一边呢 他就讲应该是加一个positive 所以他答案应该是c 好然后再来他说 他的universal set呢 是1到12 不包括1不包括12 所以他是2 3 4到10 11 然后我的p是这个q是这个 然后他问哪里一个是对的 你看他这个有2有2有10有10 所以q是p的孩子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的p之外呢 我们的p之外呢 他就有3 5 7 9 11 他有1 2 3 4 5 我的p之外有5个 所以他是9个是错的 q之外呢 这个也是错的 q之外他很多 q之外他有 那个2 3 5 7 9 10 11 然后q的subset他是20他还少了一个空级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是vend diagram 然后他叫你找number of p p里面有1 2 3 3个 所以他答案是3个 接着在这一边他说 diagram above is a grand diagram show the universal set based on the diagram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s true 所以q之外的是红跟蓝 q之外的有 那个红跟蓝是q里面的 他不是q之外的 所以这个是错 这个是q来的 universal set里面有1 2 3 4 5 6 这个是6个 然后q里面 这一个purple是他的那个纸集 错 这个不是他纸集 然后红跟蓝是在universal set里面 OK 红跟蓝 其实这个也是错的 这题没有答案 OK 因为红跟蓝呢 他是集来的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纸集 所以他的这个的答案是错的 OK 所以这一题呢 我给我的话 我是觉得这一题是no solution OK 所以这一题是错的 OK no solution